岳云鹏有这么一图就要很高兴 这真是简单又好 早年间老郭曾经在采访时说过 那时的徒弟们收徒还尚早 但因为辈分的问题 没办法拜老郭为师 只能先让云字科的徒弟先看着 盯着他们的基本功如此而已 但看到如今的上小菊 让不少网友表示 岳云鹏交徒弟一点也不比老郭差 就连千代也都模仿起来 上小菊是岳云鹏的二徒弟 1995年出生于河南 小时候被父母送到五校学舞 后又辍学于2009年加入德云社 上小菊到德云社的时间 可能比一些诗书还要早一些 2010年就以优异的成绩 从传习社毕业 在青年队演出 虽然没有诗成 但舞台上的上小菊 说起相声来如鱼得水 上小菊的喜剧天赋自然天成 不需要刻意的表现 都自带笑点 2011年偶然的机会 王辉发现上小菊并没有败师 所以就将上小菊介绍给岳云鹏 自此以后 岳云鹏就成为了上小菊的师傅 岳云鹏也将上小菊带回到家中教学 2016年 上小菊正式拜师岳云鹏 这五年间 上小菊也得到了师傅的真传 人称小岳云鹏 舞台上剑蒙的样子 就像跟师傅一个模字刻出来的一样 就连孙岳都称见门有后 除此之外 上小菊的改编歌曲也深得师傅真传 改编歌曲七月上 邦云鹏深得广大网友的喜爱 唱歌时渐萌的样子 连岳云鹏都看不下去了 岳云鹏也非常的喜欢这个徒弟 只要有大型的演出 都要带着自己的徒弟 也给了上小菊许多资源 除此之外 岳云鹏跟师傅郭德纲一样 在徒弟结婚时 报销了所有婚礼费用 深得老郭真传 上小菊也非常懂得感恩 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 都将师傅放在第一位 每一次师傅师娘的生日 都会发文祝福 每一次有危险 都将师傅牢牢地护在身后 如今上小菊拜师 已经有七年的时间 这七年的时间里 上小菊也成长了许多 特别是今年刚思节的 师徒父子专场 上小菊也非常的给师傅长脸 特别是舞台上的现挂 就连岳云鹏都没有想到 师谢不足 师谢足 师足仍不足 看到上小菊线挂给 岳云鹏弄得一脸猛 不少网友表示 谁还敢说岳云鹏没资格收图 交出的徒弟 一点也不必老锅差 当然也有许多网友怀疑 是不是提前对好的词 那下面这一段就证明了 上小菊临场应变能力有多好 面对突如其来的袍活 上小菊不但没有乱了阵脚 还能自如地应对 不得不让大家拍手叫好 看到徒弟如此优秀 就连岳云鹏都情不自禁地为徒弟鼓掌 看到如此优秀的徒孙 在返场时 郭老师都想让岳云鹏 再收几个这样的徒弟 能得到师父的肯定相信 岳云鹏心里也是无比的自豪 要说如今小字科里存在感最高的就是上小菊和刘晓婷 而这两个都是越门的徒弟 可见岳云鹏教徒弟真的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作为徒弟岳云鹏尊师重道 还要跟德云社签下终身契约 无愧于师父郭德纲 作为师父又能带出如此优秀的徒弟 岳云鹏当之无愧的德云一哥 你们觉得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